你总要做点改变呀 但是他以后就是也没有 我这也跟他谈恋爱半年了 什么表示啥 就是什么都没有 平常对你好吗 他平常也不是说 就是特别关心我的那种 其实还好 就是他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变化 他到我的城市之后 可能他觉得我对他的关心不够了 但是是我觉得 他的要求越来越多了 行 我来问你个问题啊 听说有一次去茶馆喝茶 后备箱里放了东西 女生打开后备箱要取东西 男生却倒车了 这个是一个 有这事吗 有这事 是你干的吗 是我干的 这跟他要求高低没关系啊 对 这是一个意外 我当时因为没看到 他在后面取东西 也不知道他在后面取东西 结果我就倒了一下 其实那次我心里就也挺难受的 因为我是下车的时候跟他说 我说你开后备箱 我取个东西对吧 然后一般人你说你倒车影像 后面后备箱没关你能不知道吗 结果他还是倒车了 差点把我滚车鼓入里去 我吓死了 就拍那个车门嘛 让他停 结果他下来不是说第一时间 关心我啊 有没有撞到你怎么样 就冲我吼 说他在我朋友面前 那么不给我面子 还跟我大喊大叫的 知道吧 这就是刚才为什么一上来 我就说你缺人教育 我看了这个事我特气 这是你女朋友啊 我其实对他挺好的 就是他讲的都是一些意外 我们俩在一起发生的一些小摩擦 小事件 其实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挺好的 对你好吗 对我也还行吧 然后就是 所以就没办法了 你现在的姑娘你真没办法 说吧 怎么对你好 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在一家公司嘛 我觉得他挺有责任心的 然后在公司业务方面 也挺有上进心的 然后后来就是 我通过他朋友同事了解 他也就毕业一年嘛 一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自己就是 自己的钱 就没花付我们的钱买了车 工作方面就是也挺努力的 老板什么同事都很看好他 所以我觉得他就算潜力股吧 所以他不是对你好 是这股票上升的空间比较高 对 但他刚开始认识我 对我也很暖 我就说这半年来嘛 你们在一起这半年 对 然后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 就我们俩也不是特别熟对吧 就刚当朋友的时候 在上海 我穿了一双鞋特别魔教 然后后来就是 他每天早上遇到我 说在一起之后 别说他追你的时候 在一起之后 他就是会 就是策划我们俩出去玩啊 就是会带我出去跨年呀 去个哈尔滨什么的 女朋友好吧 我觉得还行 但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可能摩擦跟矛盾是有的 所以我的脾气也很急躁 他的脾气也很急 所以有时候会经常 有一些摩擦和矛盾 他说我脾气急 其实我觉得 我脾气急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在他 就是惹了我的前提下 他都怎么惹你了 就像有一次吧 我们就是一起开车 去跟朋友吃饭 然后我坐副驾上 然后下车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我 胡罗伯的润水袋 然后掉他那边了 然后我就下去了 我就说下车 可别踩着我东西 注意点 结果我刚说完这话 话音刚落 人家一脚就踩上去了 然后你说下来 我能不跟他发火吗 你妈妈喜欢他吗 我们家人对他挺满意的 你们家人见过他吗 见过 怎么样 对他也还行挺满意的 你们这么短 为什么你就把他 带去见父母了呢 因为其实我们俩 谈了一爱之后 就是对彼此感觉 都挺好的 我们俩默契度 各方面都很高 而且又是同行嘛 周围的人也很看好我嘛 那这事就奇怪了 默契度又高 你们俩又好 周围人也看好你们 来我们这干嘛呀 但是就是在一起之后 他就是老是不在我的感受 不在意我 他有一点 我看你都能忍受啊 但是他有一点 是我挺接受不了的 什么 就是我也经常因为 这事跟他吵架 就是他喜欢翻我手机 查我隐私 确实会翻他手机 但是就是看一下 他在跟什么人 跟什么人交往和 跟什么人聊什么 跟什么人交往 没看出什么来看着 想看出什么呀 也不想看出什么 主要想 那看他干嘛呀 多了解一下 了解啥呀 脾气性格什么的 现在了解了吗 了解了 能结婚了吗 我觉得行 非他不娶了哈 可是我觉得他不尊重我 查着隐私这方面 其实我挺烦这一点的 那该怎么办呢 我挺想就是 老师们帮我说说 然后让他能改的 让他能改并不是要分开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在你们两个人身上 我真的没有看到 一丁点爱情的那种激情 和蠢蠢欲动的感觉 女孩说 她现在不太在乎你了 她从来就没在乎过你 为什么 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 贬得一文不值 还没开始正式交往 你就追随到人家的城市 送上门的买卖 谁有不做的呀 一个女孩 追随一个男孩 到她的城市 我们可以理解为感情深 我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我现在 所有的一切 去追随你 追逐我的爱情 但是追逐爱情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能力 我做好对未来的一切打算和准备 是在你的城市 我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人脉交往 我可以有自己经济的独立 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 你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 我的生活是海阔天空的 但如果你把这个男生 当成了你在这个城市 全部的原因 你从起点就输了 所以他会看不起你 不尊重你 你以为你付出 就会得到回报 你以为你加倍付出 就会感动他 不会的 你收到的回报只是伤心 和眼泪 所以 现在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一切 做好独立的你自己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和寄托 都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不要把自己活得太狭隘了 好吗 至于男生 我不太想说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这种 高分低能的 被灌大的孩子 两件事嘛 踢凳子 砸杯子 女孩你通过这点也能折射出 未来你真的成为他的家人 他也会这样对待你的 你能忍受得了吗 好好想想吧 好